你在用洗衣机洗衣服时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吸水性不太好的衣服 会一直漂在水面上转 根本没有沉到水里受到揉搓 像这类衣服洗衣的效果就非常差 不仅洗不干净 还得拿出来再用手搓洗 本来买台洗衣机的目的是用来解放双手 没想到还要像大爷一样伺候 我们防化工程师 有一个专门研究衣服洗衣的实验室 里面有着各种琳琅满目的洗衣设备 中国的 美国的 欧洲的 可以编成的 洗牛仔的 等等 现在我们的水洗实验室 又要增添一台新的设备 是对传统滚筒洗衣机的革命 就是这台海尔的精华洗洗衣机 构造和普通的滚筒洗衣机一模一样 不过打开桶盖 发现内部还是有点小差别的 里面多了一个 这个喷头 传统洗衣机的水是沿桶壁加入的 所以衣服是自下而上 慢慢飘起来的 在滚筒加满水旋转前 上面部分的衣服是没有被润湿的 而海尔精华洗的注水方式是高压喷头 直接将水像洗澡时的花洒一样 自上而下的喷淋 这样就可以用很少的水打湿一雾 在整个衣服的洗衣过程中 都不需要水完全没过衣服 这样就有一个极其大的好处 就是洗衣机已经运行中了 但是发现还有衣服往家了 你是可以直接去打开舱门 再丢衣服进去的 这在传统滚筒洗衣机上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样的洗衣过程还能洗得更加干净 半湿润的状态 衣服间的摩擦力会更大 就像我们手洗衣服时 遇到难洗的部位 都是把衣服拿出水面后再脱洗 因为在水中 衣物间的摩擦力是不够的 所以清洗效果 不如把衣服拿出水面的时候 其次这个洗衣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里洗衣液的加注 传统洗衣机的洗衣液 是直接随着水流加入滚筒 但是这种方式在滚筒搅拌前 并不会溶解洗衣液 导致面料的润湿效果还很差 其次还会发生局部洗衣液浓度过高 烧烧面料产生色斑的问题 而这台洗衣机在洗衣液加注环节 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就是多了一个预混仓 让水流在喷淋到面料前 就已经充分的均匀的混入水中 可以让洗衣液均匀的 渗入到面料的每一块 我放件轻质的羽绒服对比一下 大家就能明显的看到差异 喷淋注水可以在注水阶段 就可以让洗衣液润湿羽绒服 而传统洗衣机的羽绒服 都还是漂在水面上的 洗衣液无法均匀渗透衣服 那自然会影响最终的洗衣机效果 对了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即便是手洗时 也不要偷懒 不要把洗衣液直接倒在衣服上 这样真的很容易烧伤衣服 要先在水中均匀化开 再放入衣服 这才能最大的保护衣服的品质 说了这么多 面对这台全新的洗衣机 我们还是得要用洗衣实测一下 我现在用酱油 口红 植物油 这些常见的物质 制作两块相同的沾污布 分别扔进传统的滚筒洗衣机 和精华器洗衣机中进行洗衣对比 在注水阶段 就已经可以看到 精华器洗衣机在喷淋注水 和提前浴混的加持下 很快地就开始了洗衣程序 而传统洗衣机光注水缓解 就已经占据了很长时间 现在进行了大概30多分钟 精华器已经洗衣结束了 现在我们等待下传统洗衣机 大概又过了20多分钟 两台洗衣机都洗衣完毕了 我们也对比一下最终的洗衣效果 可以看到 精华洗的洗衣时间不仅短 而且洗衣效果也是非常的出色 口红 酱油的印记 明显比传统洗衣机更好 看来 模拟手作的半湿搅拌过程 确实很实用 设计这台洗衣机的工程师们 我认为真的很天才 通过提前浴混 喷淋注水 半湿搅拌 这三种方式的协同 就极大地提升了衣物的清洁效率 烧水 盛世 高效 这才是未来昆虫洗衣机的发展方向 如果你对纺织品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中向我提出 我是姚文明 一名纺织品 化学工程师 也许是吗 未来区你会认为